上個禮拜的畫圖 上禮拜是這樣畫這個縱向圖 那你把它改成這樣的兩個 那另外的話也可以三個 三個 三個的話因為它如果 藍寬如果假設用 我最後藍寬改成用三個 三個三個三個 剛好可以整除 怎麼做雲端白板上面有 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這個如果 我們今天的作業練習就做這一個就好了 那如果假設你做這個的話 那當然 所以算加分 如果你假設你作業部份想要多加一點分數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 全部折線圖三給做了 OK 那你說老師我做的時候我上癮了 我想要做四個可不可以 可以啦你說四個怎麼做 四個好像放更多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 放十個圖好像 放四個好像 甚至放五個好像 五個應該就全部可以放得下 因為總共有十個欄位嘛 那剛好五個 一列 可以放五個圖的話 那剛好兩列就搞定了 兩列剛好就放在這邊 那你就會更清楚 你就不用在那邊捲動了 像這個還要往下捲 有沒有 往下可以捲動 那這個地方的話完全不用捲動 不過後面的衍生部分 你們自己再去發揮 如果你假設可以做出這個 我認為 你實在是蠻厲害的 因為目前 這東西真的是蠻流行的 而且職場上很缺這樣的人才 就是可以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種大量的數據有沒有 一堆數據啊 可以把它畫成圖啦 你說 有沒有很重要 如果假設這樣 你看這麼多的數據 你怎麼知道哪個漲哪個跌啦 就像日幣好了 日幣到底跟美元怎麼 有沒有 你光這樣看好像 這個美元好像有貶值 那日元升值 可是至於幅度的話 你倒不如看個圖還來了 你看圖的話 圖在這裡 有沒有 這樣看我覺得 至少比看那個 數據啊 來了清楚 太多太多了 所以現在 很多 公司行號都希望 把他們公司內部的所有數據 都把它圖像化 那只是希望有人去做這些事情 那將來呢 在報告的時候可以 讓老闆也清楚知道說 這個我們公司哪些產品在 銷售量在成長 所以我們趕快要進貨 不然的話呢 可能賣不夠 那賣不夠當然就 就會變成說 該賺的錢沒賺到 OK 那相反的 如果這個東西已經沒有銷路了 沒有人要買了 那你要趕快先停止生產了 不要再生產了 不然呢 你放在倉庫最後都爛掉了 那等於是浪費錢 諸如此類啦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要公司要賺錢 就是要能夠 很快速的掌握這些數據 而且是正確掌握 那你說為什麼一個公司 他會倒閉 就是該做這個他沒做 因為底下人給他的數據 給老闆知道的數據 都可能 老闆沒辦法看清楚 甚至他不知道該怎麼做決策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 把今天的部分把它完成 那再來的話就是 期末的部分我在想 其實期末的話就是 類似於這個啦 你可以看到像我們這個 資料裡面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他一定會有什麼 一定會有日期 或者時間 可能年月日 可能年啊 可能月啊 可能日或者是一個 哪一天都可能 另外的話哪一個 哪一個什麼 哪一個項目的數量高低 所以大概長這樣 那當然了 你如果假設 要找類似的資料來練習的話 有沒有很多 其實 蠻多的 我發現其實在開放資料裡面 就蠻多 所以開放資料裡面 因為我們這個練習題是從那個 這個開放平台 開放平台怎麼找啦 其實你就找政府開放平台 那點擊這邊不是有政府開放平台 你就點擊它 那這邊不就有一堆嗎 比如說有什麼生育 所以一直講說生育率很低很低 到底多低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時間跟數量 你可以去畫個圖 還有呢 也有人說那個最近台灣的那個結婚率真的很低 我發現好像我們身邊青年級生 真的很多 基本上沒有結婚就算了 還沒有男女朋友的 一大堆 超過一半 我發現 那所以呢 假設 我希望對於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好了 以我在另外再舉個婚姻好了 然後婚姻裡面的話 大家哪一個比較OK 其實像這邊有一些什麼外籍配偶性別統計 當然我如果想要知道比較熱門的話 一般習慣 我會點擊進去之後呢 找那個瀏覽次數 比較多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比較 一般人比較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找瀏覽次數 多的到少 OK 那你可以看到 反而這個出現的 這個是結婚統計 剛好是桃園 桃園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而且有時間 時間是1月到12月 所以如果假設 我按照那個 瀏覽次數 多到少 然後找到桃園市各區的結婚統計 那點擊進來之後呢 這裡面當然有從110年到112年 我就挑一年好了 110年 等於是 前年的資料 檢視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個網址 另外的話 編碼方式是UTF8 所以如果假設第一件事 我要把它 把這個資料 扒取下來 放到Excel的話 那當然怎麼做 當然不是叫你點擊 然後下載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練習 把之前練習的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叫做什麼 桃園地區 桃園 這應該什麼 桃園各區結婚統計 好了 比如以這一題好了 到底 桃園 我還蠻想知道 到底桃園 前年 前年數據 到底結婚的 人數有增加 還是減少呢 那各區 哪一區的 數量是增加 哪一區的是 在減少 那跟什麼有關係 哪一區 增加 那當然第一個 我先下載 怎麼下載 不是叫你點 它打開 而是用爬蟲 所以第一步 如果你要用這個改的話 第一個 請你呢 開啟一個新的空白活業部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我們原來就在這邊 那這個是新的 那接下來如果要爬 那個 剛剛講的這個資料的話 那你切到 開發人員裡面的 Visual Basic 那當然你會看到了 打開的話是因為剛剛我們做練習 我還沒關掉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是 剛剛我做的練習是這個 這個程式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新開的是這一個 叫活業部3的這一個 所以我如果 最聰明的辦法是直接拿之前的來call好了 這樣的話我就不用說還要重寫 所以第一步 如果你要改的話請你在 我們現在的這個活業部3的這個專案 這個VBA Project下面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OK 第二步的話請你把 上一次練習的那個什麼 匯率下載這個 sub 把它複製 到哪裡 到這個新的module裡面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只要改幾個地方 至少要改兩三個地方 第一個 網址 你不能夠直接用 之前的這一個 所以記得 封號到後雙引號這個地方 Delete掉 就留下這樣的 然後把剛剛 剛剛在那個 開放平台上面的110年的檢視資料 這邊有個網址 直接把它複製 直接就貼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test分號 跟雙引號的中間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不過你要檢查一下裡面有沒有空白 如果有 像之前有同學貼上之後 有這樣的空白 不行 不能有空白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第一步了 還有呢 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 亂七八糟的 主要是什麼地方 猜得出來嗎 閻碼格式 如果是BIG5 就是950 如果UTL8是多少 記得吧 特別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950 一個是65001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65001好像我在雲端上面 好像有放吧 假設 這個 沒找到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稍微記一下 950就BIG5 那UTL8呢 就是65001 OK 那如果假設這樣 就是改這個網址 跟改這個 OK 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把什麼呢 把那個 桃園 總共幾區啊 14-1 13區有沒有 裡面的那個 結婚的 數量 都幫我把它列出來了 所以 時間軸 不過你會發現 跟之前的題目不太一樣 時間是 本來應該是在 縱向的啦 可是它變成在上面 不過不管啦 反正 你只要能夠畫圖 所以資料第一個已經下載了 所以 第一步 把 之前的練習 的 程式碼 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這一個 這個是網址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編碼 所以如果假設 是UTF8 記得 把它改成 65001 這樣資料就下來了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 就畫圖 畫圖的話 你說 那老師 我希望桃園區 他每一個月份的數量 畫一個圖 在這邊 中立區的話呢 一樣 在這邊畫第二個圖 那這怎麼做 其實這個跟前面蠻像的啦 那你們當然不知道 沒關係你可以先框起來 有沒有 A1到 M1 然後呢 A2到 M1 就是A2到M1 把它選起來 插入折線圖 還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這不是OK的嗎 一樣把它放在這邊 那我希望可能不要那麼寬 1234567 8欄寬好了 然後呢 列高的話大概就10列高 OK 那其實 這就有了 那這怎麼做 你說要不要重錄製啦 其實我是覺得 拿 剛剛講的那個東西拿來 就OK了 怎麼改 首先的話如果你要 拿那個之前的 來做的話 畫這個圖 並不複雜 首先一樣開發了圓 第二個是從我們前面 寫的那個什麼 美元折線圖有沒有 拿來改就可以了 每人的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過來 那改成什麼 剛剛說 桃園折線圖 桃園折線圖 那這裡的話其實就兩行就好 要不要向下追蹤不用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放個位置 首先的話呢 這個是放圖的位置 跟它的寬跟高 那位置本來是m 那現在把它改成o 所以你這邊改成o 有沒有 o1 那寬的話 那寬的話不用那麼寬 我大概寬改成8 列的話呢 一樣是10列 OK 所以喔 座標 這兩個 Lab跟top 寬度改成8 高度的話 一樣是10 那資料 下一行就是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就是 A1 到 m1 然後呢 A2到m2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書 改一下 不過這一串 直接拿來 直接改掉 自己重打 A1到m1 然後逗點 逗點 然後再來 A2 第二個範圍是 A2 到m2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 這個只要改 A1 m1 這個是日期 然後數量的話就是這一個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執行看看 理論上應該 桃園折線圖是不是就成功了 看一下 怎麼出現錯誤 再跑一次 看一下喔 執行一下 那沒有錯 A1 到m1 座標位置應該是沒錯 座標 MO 然後再來的話 A1到m1 A2到m2 選取資料 這樣就OK了 左右水平垂直切一下 OK OK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就是我剛剛是先找到 那個如果延伸練習題 你們找找看吧 反正你們就是 在那個 開放資料平台裡面 我剛剛是針對婚姻 然後讓他什麼 按照資料瀏覽的數量多到少 然後呢 這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什麼 桃園各區結婚統計 然後我是抓那個 110年的資料 把它檢視啦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網址 這個就編碼 編碼就65001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 好